有很多 带着民生物资来到安养机构 国际福人社友发起关怀弱势 从103年开始成立台湾福人公益网 媒合爱心资源和社会需求 短短三年多的时间 网站点阅率都达到150万人 捐赠物资突破3000万元 去年跟和新北市食物银行合作 共同照顾弱势家庭 用科技 用人类的关怀 把我们的爱心备集在一起 让我们好好的做公益 这个网站让这个需求跟供给的平台 更加的容易更加的顺畅 这是我们福人公益网存在的价值 善用科技让爱心无远佛界 福人公益网还研发行动装置APP 让爱及时发送 目前公益网上注册的社福团体 就有450几家 今年国际福人社发起公益天使团联盟 号召更多爱心企业 一起加入捐赠的行列 最主要是要号召更多的善心人士 要结合大家的力量 就好像我们 就是好像萤火虫 集集在一起 我们发挥更大的光芒 来照耀每个角落 透过这样子企业 社团 有爱心的人的 天使们的结合 我们可以做更好的事 让我们的社会更加享和 庆祝福人公益网与新北市食物银行结盟满周年 市府特别颁发感谢状 感谢福人社友的爱心公益 更期盼未来能有更多的民间企业 一起响应 关怀社会弱势 台北大台北书的新闻 邱世民采访报道